大家好,欢迎来到滋味馆 今天有熬合适的汤水 胡椒猪肚汤 胡椒有驱寒暖胃的功效 配搭了咸菜还可以消制 在个时个节 吃得肥腻野多,食制了 这一个汤水就最适合了 在这里华人超市买的猪肚 已经经过初步的处理 不会太骚髒的 我买了回来也用自己的方法清洗过 如果不知道如何清洗 右上角有连接 那么清洗了之后 把猪肚剪开两边呢? 不要剪开小小块 大块来煲才不会煲得烂 我还配搭了一些排骨 今次买些排骨很多肉 那你喜欢用鸡或瘦肉都可以 拍一块大块的姜 加多一汤匙绍兴酒 猪肚和排骨都要飞水 加水盖过排骨面 加一块姜 用大火将水煮沸 沸起后 又浮沫就撇了它 用大火将水煮沸 沸起后 再用大火将水煮沸 那些排骨捞起后 一会还要沸一沸水 跟手用回同一煲水 加些猪肚下去 再用大火将水煮沸 沸起后 开盖 转去中火 飞水2-3分钟 好了排骨和猪肚 都要沖水 如果发觉猪肚有污垢或者瘦 就用刀刮清它 咸酸菜 通常买回来的咸酸菜 都会很咸的 如果喜欢吃咸酸菜的 又不可以加那么多 我这些就把它浸水 减低两成的咸味 但是不要浸太久 没了味啊 这里有两茶匙的胡椒粒 胡椒粒要凸水它才会出味的 如果有棕盒就用棕盒 没有就用刀柄 或者入两个胶袋 用松肉腿凸爆些胡椒粒 要凸爆些胡椒粒的咸 煮的时候才容易出味 接着用香料袋再煮它来煮 这里还有一片姜 和三反蒜头连衣 将蒜头拍一拍它 然后片姜也要拍一下它 我这里已经煮了三点半的水 将所有的食材 加进水里面 但是咸酸菜不要加住啊 不想煮得太腍 现在盖上个盖 用大火将些水煮沸 沸起了之后转去中火 煮二十分钟 在二十分钟之后 就可以加上咸酸菜下去了 现在再盖上个盖 用大火 将那些汤煮沸 沸起了之后 再转去中小火 煮一个小时 最后十分钟 很快我的汤已经煮了一个半钟 现在可以试一试味 应该就不用加盐了 因为那些咸酸菜有咸味 那些猪肠煮好了之后 才剪开你喜欢的大小 咸酸菜 就是咸酸菜 现在你喜欢 你喜欢剪多大块 就多大块 不要一早 剪开它 好容易煮到烂了 现在跟手 把胡椒包拿起来 想不想知道这个汤的功效呢 胡椒可以健脾暖胃 在冬季 这个汤有 屈风散寒的疗效 所以 胡椒猪肚汤被视为 一种有食疗功效的汤水 再配搭咸酸菜 在过时过节 吃得肥腻野多 食肥了 喝这个汤都有舒缓的作用 过几天又过冬 接着又农历新年 留意着 芝味馆 会推出很多 荷莲而煮的荷莲送菜 预早给大家多点选择 记得通知你的好朋友 好了 在下一集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